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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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群组 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未详细和大家介绍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群组 我一直都不想说的 就是我们现在摆在我们前面这堆针针 究竟针针是不是很多网友说 是不是很玄学的东西呢 为什么摆在相机下面 声音变了 等等等等的问题不要走开 稍后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老邑 讲起钉针这件事 钉针这件事 你想起什么 其实我在这里做这么久 我都不明白的 因为我经常都觉得它应该是这一粒粒的东西 用来就这样摆在器材下面 是的 其实对你说得对 钉针和针这件事当然是摆在器材下面 当然有些可能是摆在机材上面 都会说一下 好了 我们常说钉钉钉钉钉 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说法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 我们叫钉钉的东西 钉在器材下面 另外有一个群组 一大群组就是钉那样东西 钉有些什么呢 有大又小 小的小到很像 比如说非常好卖的这一只 B Lampo 这些都是属于钉那一类的 还有什么呢 因为太大块我没有摆上来 就是那些 譬如我们叫化震板 譬如Ticlon的T&B300 10E那些东西 都是属于钉那一类的 好了 这一大堆东西 其实它们用来做些什么呢 当然是跟震荡有关 处理一些我们所谓的蟹震 或者叫震荡的东西 好了 或者你又会问 到底震从何来呢 那为什么会有震呢 这样 好 正想问 好了 震这一样东西 其实之前我们 我自己本身有做Live都有讲过这些东西 不过就很笼统 今集我或者Galloway 再有系统性地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震来说其实主要来说分开三大类 第一类是什么呢 火牛 鸡的火牛 火牛 好了 很简单的 或者大家都知道 譬如我开过后级 后级一开大牛 咚一声的你都知道 譬如那时候我们开BP1200 那些隔壁牛 你一开突然间那只牛会震一震 其实是不是真的有电流经过的时候 都会有震荡 是 没错 有电有磁 其实有机会有震荡 其实你自己都会知道 虽然你在听音乐 享受 其实你的前级 后级 甚至乎隔壁牛 有牛的 有电流流过 其实不断在震荡 只不过那种震荡 你未必会感受到 因为太微弱 当然这些震荡也会影响声音 现在再和大家介绍一下解决的方法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CD机 CD盘 转动 这些转动的震荡也会影响光头的实信 那种精进度 所谓说我实信不准的 会产生Jitter 第三个群组也是今天主要想详细讲多一点的震荡 你知道是来自什么震荡 喇叭 是 声波的震荡 声波的震荡 这个震荡主要想和大家探讨 最长 刚才你说的那两件事 什么火牛 CD机 我都不明白 但我不明白为何声波震荡 声波震荡这一件事 首先我说中学物理的东西 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读理科 读理科的人都明白了 如果你读文科 可能就未必太明白了 我尽量讲到大家都明白 声波如何震荡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一定要理解到 其实自然界每一种物质 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频率 那我讲过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用的微波炉 丁热的微波炉 其实微波炉的原理是什么呢 因为微波这一种频率 是属于水的一种频率 当水受到这一种微波的话 水的分子本身就会震荡 水的震荡就会产生热力 我们可以主义食物 这个就是所谓那种共振的原理 那你明白这一样东西 那你就明白了 那其实我们的音响架 那我们的机箱的机箱 那肯定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 那当我们欣赏的音乐 正在爆音机器 那你知道我们人耳听的音乐 的频率大概就是这个 20kHz之间 那其实就很不幸地 那我们的机箱 你聆听的空间 或者你的机箱 或者音箱 那其实它们本身那种 那种叫共振的频率 都是赔在20kHz到20kHz之间 哦 举个例子 譬如机箱 一个金属的铝质机箱 大概的共振率 是100kHz 嗯 那好了 我听着音乐的话 那你100kHz一定是有 其中可能听到某个频段 一定是有100kHz 这一样东西 那好了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机箱也是 那机箱本身自己的共振率 就大概是1000kHz 那仍然都是我们人耳听到的 那基于这些 那你听着音乐之间 不断震来震去的话 那其实 同一时间 你的机箱 机箱 机箱 喇叭箱 等等 其实都是吸收到这些频段的东西 是在哪里 另外我们说的 声波震动 他们本身有这个振率 那不同的物料 都会有影响 那其实哪部分来说 是会最严重的 所以 如果我们说 先听我们自己听音乐的空间里面的东西 那我大概 我可以归纳分三类 第一类是什么 就是空間震動 靈聽空間震動 例如地板 最糟糕的情況是甚麼 不過香港很少會發生 你去日本住溫泉旅館 你自己一旁地下也會突出聲音 是好像中間有些東西 因為他們中空加空了 木板加空了 所以踩大一點也突出聲音 這些地方是最糟糕的 意思是我放一套系統上去 上面有共振率 地板也有共振率 全房間都震了 那你就會不好聽嗎 不好聽的 絕對不好聽的 這個地方是最糟糕的 所以日本人 即是你說在日本的家廳廳 要做很多很多處理 甚至乎有些再發燒的日本人 我去過家裡看過 他簡直是甚麼 在地牢挖過地牢廳 屬性是 一定是地牢最不震的 還有長生的震動等等 所以有時說 譬如說說有些發燒油 不是太發燒的發燒油 他們有時裝修會做一個 譬如說一個架的東西 而這套系統架在架上面 其實這個情況就不是太好的 為甚麼 這個情況就是正如 好像我剛才說的日本的個案 那這些情況如何解決呢 我們以後再講 好嗎 第二樣東西的影響 當然是器材的影響 剛才講過 那器材怎樣影響呢 很簡單 器材裡面有甚麼 火牛 電容 電感 線路板 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如果你一起震動 那當然大大會影響他們的工作效率 聲音上會影響到甚麼 熱象模糊 這些問題 但我沒可能電容下面加個箭 有些人會這樣做的 真的有 有些人會加些箭 每個Party都會自己加個箭 有些師兄這樣做的 我見過的 我自己都玩過的 還有以前呢 以前我記得很多年前 其實有個科林 其中有個師兄有個post 他說 譬如說我部後級 那些螺絲上緊一點 和上鬆一點都不同聲音 以前真的我覺得 哇大哥你不是那麼懸學 有關係嗎 這些東西 其實如果你研究一下這個個案 其實真的絕對有關係 你螺絲上緊和上鬆 以科學的角度去看 是啊 我以前覺得就是 很懸學啊 大哥師兄 你說甚麼啊 就是很多年前 我們沒有這個概念 但是現在你就終於明白為甚麼 這個真實 還有有件事想說 我螺絲上緊一個扭力 一個特定的扭力 我相信就是 我全部螺絲統一上一個特定的扭力 都有人研究過的 那個扭力是多少扭力呢 我都要找回來 我現在都忘記了 你相信我吧 意思是把他們整部機 共振率是一樣的 改變了 調教到一樣 改變了它的共振率 有時候可能這部機 在左邊是振得比較厲害 因為你的扭力大一點 扭力的問題 原來是這樣 如果你說你統一了的話 都會不同聲音 其實都可以解釋到這件事 不是懸學的 第三件事還有甚麼呢 線材的震盪 這些都是一種原因 所以為甚麼有些師兄說 我喇叭線 我為甚麼不能直接放在地上 都是有這些原因 為甚麼要放在一些 腰字鐵 或者用衣架吊起它 等等等等的東西 難怪很多的木製 是用來放在線上 所以很多人都說 喇叭線不能放在地上 因為地上有震浪 一樣的 好了 但如果像你這樣說 如果有些客人都有問過我 我們來到你公司 見你是用地毯的 其實我們是否也會影響聲音 絕對會 因為為甚麼呢 你喇叭 我不論你輸架 加一個聲音 或者你真是一個座地 你直接放在地毯 地毯都是那個物料 都是不是太好的 這個情況 譬如有甚麼解決方法 很簡單的 簡單的就是 有些師兄說 我做一塊麻石 或者加一塊 例如 類似那些東西 硬質的東西 或者一塊 金屬板 或者是 譬如買回Ticlon 都有一些美合金的板 其實再佔在地毯和喇叭中間 都是有改善這些 也有改善的 石掌 今天我們說釘墊 我見你攤了這些墊 其實又有一些金色 銅色 銀色 又有一塊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 我家的廁所拔出來 然後有些木 其實有沒有說哪一種物料 是特別好些 如果有這一種物料 有這一種物料 其實我們今天不用說那麼多 直接介紹那件事可以 Sorry 我不懂 或者可以這樣 市面上的一些 鑑墊的東西 其實是有種種種的 有金屬 有木 有核金 那些東西 總統來說 我可以歸納做四大物料 可以用四大物料 即是沒有最好的 沒有最好的 是的 不是只有更好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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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來說 每個人的聽感 或者是每個器材 本身 剛才講過的共振 都不同 真的要try and error 去試 就沒有一種物料最好 如果最好的 可以今天只講過一件事 收檔 總括來說 我先介紹一下 有四大物料 哪四大物料 其實我用硬度來分 我自己喜歡用 另一種物料 我們叫高硬性的物料 最常見是甚麼 一些鋁合金 不鏽鋼 譬如我們 Wilaboo的一組 不鏽鋼 另外還有甚麼 陶瓷 譬如田昌正這一隻 有見到陶瓷珠 陶瓷 另外還有甚麼 還有很多 珠鐵 還有麻石等等 這種我們叫高硬性的物料 另一種物料 我們第二類 我們叫中度硬性的物料 最常見是甚麼 木材就是了 譬如最常見的 有白樺木 還有柚木 貴一點的 花梨 黑壇 另外 譬如再加一點 還有美合金 黃銅 我都屬於高 中度硬性的物料 第三樣是甚麼 我們叫低硬性的物料 低硬性的物料 另外我主要分的是甚麼 橡膠 譬如這隻 D-Lan-Po 低硬性 是屬於低硬性的橡膠 另外還有甚麼 瓷浮 瓷浮 陶瓷是屬於高硬性的 瓷浮 瓷浮 蛋黃這些 都是屬於我們叫低硬性的物料 還有第四類叫甚麼 那些叫超低硬性 或者我索性叫軟性 軟性物料 例如海綿 還有蠶絲 棉花那些 我已經是軟性的 那些都是屬於一種 處理震盪的物料 所以Acusic Rewind 那些也有一隻 有一隻 有一隻棉花 所以我們為甚麼 有些線裡面會有棉花 Acusic Rewind很流行 線棉 其實那隻不是棉花 那隻是蠶絲 S-I-L-K S-I-L-K 蠶絲 這個樣子像棉花 因為我有時開了一些 電線之類的 裡面有些填充物 就像棉花 那些都是用來吸收震盪的 都是吸收震盪 不是特意塞進去 是Acusic Rewind的線材 我以為太窮了 要塞進去 好了 其實說了那麼多樣的東西 其實你會問 我去處理這些震盪 那這些東西有甚麼方法去處理震盪呢 總括來說 其實可以歸納做三大類 三大類 第一類 其實是比較貴一點 那是甚麼呢 既然你說機箱震盪 先說機箱震盪 那我弄到機箱很重很重很重 那就可以了 其實你說得對的 譬如說甚麼呢 一些昂貴的器材 即是六位數字的器材 你會見到機箱是甚麼呢 CNC 劃空了 還要無縫 無縫才會令到它不會有不同的供震盪 即是不能震盪 無縫還不能震盪 你覺得對的 舉個例子 譬如是甚麼呢 最常見是甚麼呢 GNR KLZ OK GNR的機箱基本上是無縫的 你會見到CNC拉出來 例如另外做甚麼 QNR 或者是其他牌子 當然CNC這個機箱 其實是可以做到 即是說震盪將它減到最少 當然它的缺點是甚麼呢 貴 重 我覺得最慘是重 就是因為它重才能做到 但主要原因是貴 成本問題 OK 這個我們大概就不說了 第二種物料是甚麼呢 我們就用一種叫Isolation的方法 Isolation 左隔 左隔 還有第三樣東西我們叫甚麼呢 Damping 左離 Damping 好了 我們集中討論這兩種方法 究竟它用甚麼原理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回這幅圖 好 好了 我們解釋 剛才講的是Isolation 還有Damping 其實最簡單 我可以用我們汽車的懸掛系統 來做一個比喻 最重要的懸掛系統是有彈弓 還有中間有 我們不知道是甚麼 一個我們叫Damping 裡面有些油在裡面 其實以汽車懸掛系統來說 彈弓呢 我們可以叫Isolation 左隔 另外呢 中間有油這個Damping 就是用來吸收 其實剛才我說的不好 因為Damping 我叫阻離 阻離這件事 也是很台灣的用語 我以為它跟左隔是一樣的 不同的 所以我改回去 不好意思 我跟得一些台灣L很多 你都是香港L來的 我再說香港L 我們叫吸收好一點 吸收 我怕有人誤會 阻離 這個其實是用來吸收的 蛋黃其實是用來左隔的 好了 如果說用Isolation 這種方法的一些釘 其實很典型 你會見到就是這一類的東西 這一類和這一類的東西 這一類是甚麼呢 就是很簡單 一個尖一個凸一個粒 這個原理是甚麼呢 就是我盡量想把那個接觸面 減到最小 就是那個尖尖 變成我又震 我震是影響不到你 你震是影響不到我 大家河水不犯井水 同樣 你說另外一些品牌 他們中間會有一顆陶瓷珠 其實原理都是一樣的 雙客 接觸面是最小的 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說 尤其是香港這個情況 有很多客人問 社長 機搭機好不好 家裡真的沒有位置 是啊 有很多客人經常問我 他說因為我家裡 假演放了很多 但是我機器又太多 幾十部 機搭機 你問我 我什麼時候都說不好 一定 他們就是互相干燃 互震 互相震動不同 互相震動 互相影響 沒錯 所以你說機搭機的情況 有什麼方法 你說香港地方小 沒辦法 你就在機和機中間 放一些吸震的物料 其實最流行的就是 比如這一隻 D-Lain Pro 由小小快 就是比較薄 比較薄 但是我有些客人有講過 其實他試過用雜誌 雜誌行不行 雜誌來說 多少都有舒緩的作用 因為我們很多年前沒有這些產品 我自己都是喜歡用雜誌 放兩本音響技術 最流行的 另外一種 我剛才說Damper 吸收的東西 比如是什麼 大致上的設計 都是大同小異 都是用一些軟質的物體 比如說 一種 中間是金屬 頭尾兩塊膠墊 或者是一塊膠墊 剛才說的D-Lain Pro 這隻中間金屬兩塊膠墊 比如 Valaboo有一隻 UFO 這些是屬於Damper那類的 吸收那類的 將你的震動吸收 盡量吸收 盡量處理它 好了 這一兩類的東西 都是一般我們常用的設計 社長你剛才你解釋了 Isolation和Damping 那件事給我聽 是的 如果我剛才聽完你這樣解釋 Isolation應該是比較硬的物料 沒錯 Damping應該是軟的物料 沒錯 但有沒有說我選擇哪一隻 貨部機用會比較好 這個就是那句 真的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只不過都是那句try and error 但只不過就是 你說因為硬的物料也好 軟的物料也好 但它有沒有說 取向的音色是有些差別 是會有的 是會有的 剛才就是說硬的物料和軟的物料 其實因為它自己的密度不同 而改變了 我證明在機下 改變了那個頻率 從現在其實會有它自己的一種聲音 那這一種聲音究竟是改變還是改善呢 那真的要自己試 那一般農統來說 一些硬質的物料 如果你墊在機下底 它會令到機音的高音變得清甜 分析力提高 密度動態會多了 但是一些軟質的物料 你墊了下去 就會令到機聲音的厚度會多了 所以說中頻那種肉底會爆滿了 那其實運用來說 其實有很多師兄 都會是兩種一起用的 達馬就是hybrid的用的 最常見就是什麼呢 Ticlon其實經常都提倡 就是它的釘 就墊在D-Land下面 這樣兩種一起用 這種一起用 其實出來的效果都挺特別的 就是硬的物料 中度物料 原生的物料 原生的物料 好像是三種加起來 三種加起來 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的系統 原生的高音很多分析力很厲害 但是中頻可能差了一點肉底 其實就可以用這種配搭 尤其是現在CAS 這個不就叫三頻平均嗎 我們都叫取長補短 或者是一個中融 中融的 你有沒有看到太極的逃亡 有一個中融的 有條魚魚 對 就是這樣 社長 你今天跟我說了很多關於damping和isolation的理論 但我有很多問題 留下集就要問你 這就代表我們客戶問 因為長期都有很多客戶問 對 好 麻煩大家留意下集Q&A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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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你們 可以